台中的风树社区早期是农村聚落 后期因为道路拓宽逐渐的没落了 在民国92年由江凤英号召了社区热心的人士 成立了台中市的风树脚文化协会 原本了无生气的地方呢 瞬间有了新的样貌 以三合院行事聚集的社区 没有老旧脏味的社区 却处处呈现出了花团紧簇的乡村风格 这里不但推动了环境美化 资源回收再造利用 更添加了不少人文内涵 以成租的方式引进了桃烧产业进驻 接着开发出了古厕咖啡 诚实商店的新形态店家 堪称是理想型的社区点范